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裡 Santino 郭靖彤在這裡 今天我們就要說在歷史上首次我們的航空母艦遼寧號 就直達到關島附近的海域進行了為期幾天的訓練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這一點 這次相關的行動並不是美軍簡單的鬥氣行動 不是說在關島附近進行自由航行那麼簡單 而是具有實質的戰略意義當中 如果我們的航母編隊能夠長期在有關的海域活動 並且進行實戰化 這樣就可以一舉將我們中國沿海的戰略重心範圍 推廣到3000公里海外 而且也可以直逼美軍現在唯一可以威脅我們的關島基地 這樣也是能夠逼美軍沒有路走 就再不是只有我們的東風導彈可以威脅關島 現在還有河母這條路可以選擇 稍後回來我們就會將這條這麼重要的訊息 來為大家詳細分析 再之為大家報道 就是很高興新潮民在剛剛禮拜六跟大家一起倒數 但是就在1月1日的凌晨有十幾個政見偏頗的不肖子 就跑到獅子山那裡 還有一些反叛行為 就舉牌說要釋放香港的政治罪人 什麼香港呢 有政治罪人嗎 沒有他們說有 這幫不肖子的行為也完全反映了香港根本 還有大量的叛逆分子在這個社會上各個階層各個行業時機來搞事 連同最近一些政見分歧的新聞 以及那些黃人如何同意不和的幾則新聞 新潮民將會跟大家分析論述 也告訴大家 未來2023年我們如何能夠真真正正做到有效率的撥亂反證 將迷途的年輕人帶回征途 再之我為大家報道就是美國現在不想公佈 也要公佈了12月30日美國的病控預防局 公佈了美國現在後來居上有一隻新型的交叉BB 的官類變體爆到糾彩的樣子 我極度相信本來他打算準備這件事捏到中國 誰知道自己先爆了不得不承認 到底這件事是什麼來頭 為什麼會爆得特別厲害是新的變異 現在全世界早前還說歡迎中國的旅客 如今很多地方都對中國的旅客來設限 卻不對美國的遊客來設限 他有變異 如此雙重標準和不公義 實在看到我們年輕人咬牙切齒 但是有位智慧老人跟我說 這樣對我們中國的激勵作用可以往好方面看 稍後也會和大家慢慢分享 在節目開始之前提醒大家記得做齊新潮民三寶 還有的就是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接下來就要說說在歷史上首次有我們的中國海軍航空母艦 抵達到關島海域的附近 進行了三天的演練 來回應到美軍近來不斷的挑釁 就這樣說到是遼寧號這艘航母 使近有關海域就不太準確 應該正確一點來說是我們的海軍首次派到整個這麼強力的航母編隊 去到關島附近海域 這才是真的 可能大家不太清楚這次遼寧號這個行動是帶來什麼實際意義 事實上來說這次帶給我們的信息量就多了 絕對不是標題說大了 說到歷史上首次這麼誇張 大家聽完我講下去就知道這次的意義是有多大了 大家雖知道在我們之前某些集數曾經說過 例如是東風17這些高超音速導彈之外 還有這個沖繩快遞和關島快遞等等的東風導彈 就以這次的主角關島為例 從前我們經常要說打擊關島的美軍基地 這個有著距離我們中國大陸本土3000公里外的地方 所使用到的殺手錦當然就是我們的中程彈道導彈 例如是東風26這個有著4500公里射程的彈道導彈 就完全能覆蓋到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最大的基地關島 因此也可以說到東風26就是這個關島快遞 如果東風26在攜帶到核彈頭的時間 基本上一顆東風26就能夠足以摧毀整個關島的美軍基地 也因為有這款導彈的存在 所以美軍說到要加入台海的時間 他心中也有一條刺 因為如果說到美軍必須在我們中國沿岸發生衝突的話 關島基地必然是美軍的戰力保障 如果失去這個基地的話 美國海軍和空軍的戰鬥力會即時減低一半以上 但偏偏他又在關島快遞的打擊下 所以大家也會看到美國政府在早幾天 所發布的導彈防禦評估法案裡 就專門建立了一個防禦體系來保護關島 目的就是他們想著免受到中國的導彈打擊 當然以美國人一貫的性格除了會在關島建立多些導彈防禦系統之外 也在發布導彈防禦評估法案裡打開口牌說到 如果大陸膽敢對著關島的目標進行攻擊的話 也就是事作攻擊到美國本土 這樣美國就會做回一些雙等對等的回應 很明顯聽到這句話就知道美國根本不具備有這個能力 無論去建立多少導彈防禦系統都好 根本以現在美軍的科技水平來說 他們是不能有效防禦關島免受解放軍的導彈攻擊 這一點他們最清楚 所以才有那些打開口派式的靠客說話走出來 又要視關島為美國本土想著解放軍 在戰時就不會對關島出手 不過現在美國的擔心看來又要加多一陣 原因就是跟這件事很有關係 本身我們也知道遼寧號航空母艦戰鬥群 早幾天出了遠海進行為期差不多兩個星期的訓練 本身我們要知道航母編隊的第一手資訊當然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官方那邊是不會立即發佈到相關訓練的詳細資訊 但是幸好如果要捕捉到遼寧艦這些遠海行動 就有一群人會揭而不捨地追蹤 說的這群人就是之前我們也提及到有解放軍御用攝影師之稱的日本防衛省所公佈的圖片 日本防衛省早在12月16日當航母編隊穿越到宮古海峽的那一刻 已經來到全程跟蹤和拍照 而且照片也拍得不錯 當時日本的防衛省只拍到一個小航母編隊通過宮古海峽 後到尾出到遠海 遼寧號和其他藍隻回合最高峰的時候 整個航母編隊有13艘艇 我們再研究一下遼寧號航母戰鬥群的走位路線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就是遼寧號航母戰鬥群的訓練軌跡圖 當中也標示了一些日期以及航行路線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遼寧號河母編隊穿越了宮古海峽 進入到西太平洋之後 曾經經過這個所謂的日本最藍端的地方沖之鳥 然後往北而走 再繞下去好像打了一個八字形 而在圖中我們可以看到位於下方的位置 也就是12月23日、12月24日和12月25日和12月26日 這四天中尤其是頭三天23至25日 遼寧號航母編隊曾經一度是隔離關島500公里的範圍以內 如果說單純只是經過關島在它附近刷身移過 當然那個意義都是不凡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遼寧號航母編隊不僅僅刷過關島附近 並不是這麼簡單 而是在關島附近進行了三至四天的演練 這就是我們提及到歷史首次的原因 我們再看看下一幅圖 大家就會知道這次的象徵意義是怎樣的 這幅圖是一幅放大一些的圖畫 稍後我們就會把畫面逐步逐步放大給大家看 大家先記住這個畫面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黃色的點、細小的點 就是關島的位置 有日期標誌著23號、24號、25號的黑色點 就是這次遼寧號所洗經的位置 就是在這些位置裡遼寧號進行了幾天的訓練 那些圓圈利用到不同深淺紅色所表達的 就是一些我們航母戰鬥群上的工具 也就是那些導彈的打擊範圍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比較小的圓圈 就是我們最傳統已經不會怎麼用的 英擊83反艦導彈的打擊範圍 就是最小的圓圈 當然它是包不了關島 但是在最小的圓圈範圍外面 大一點的圓圈已經展示了 我們現在現役已經來到大量使用的 英擊18的導彈打擊範圍了 這隻英擊18就已經包含到 這次航母編隊所能夠打擊關島的位置 而英擊18除了是反艦的巡航導彈之外 也可以對陸上的目標進行攻擊 就是說遼寧艦這次整個航母戰鬥群 所洗經的範圍就能夠對關島美軍基地 進行隨時隨地的打擊 這是第一點 我們立即將視線再度放大 由於圖放大了 所以看到關島的黃色點越來越小 不過相信大家都應該看到 現在我們再看看能夠打擊關島 將它團團包圍的工具又多了 剛才說到英擊18這一款比較典型的常規導彈 由航母編隊掛載的工具已經打到關島 如果由遼寧艦這次的訓練軌跡來為中心再往外擴張 所使用的工具這次是攜帶在艦上的另外一款 被稱為長劍10的反艦和陸工型巡航導彈 以及用到我們最新型的英擊21高超音速彈道導彈 那個打擊範圍更加會擴大 就是標示著這個比較淺紅色的圓圈 這幅圖裡最外圍的圓圈就是長劍10和英擊21的打擊範圍 只要航母編隊使用到這次訓練的位置 我們暫時已經數到航母編隊上有三款工具能夠對付關島 但數到這裡還未足夠 我們又將這幅圖再次放大 給大家看看完整版 由於它真的放大一幅圖 所以關島黃色的點已經不是看得很清楚 我們就在這裡用一個箭咀指出方便大家知道關島的位置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如果遼寧艦使用到這次的位置進行遠分的話 大家看不看到最外圍最大一個很淺色的圓圈就是最淺的紅色 畫到這個最淺紅色的圓圈其實就是以這次遼寧艦訓練位置為中心 而在遼寧艦上的艦載戰鬥機殲15 他所能夠打擊到的作戰半徑就是位於這個最淺紅色的圓圈 也就是這樣數到能夠打擊到關島的工具已經有四款 我們給大家看一層一層的打擊範圍才能夠清楚 這次遼寧艦使用到這個位置所作出訓練的真正意義 並不是很膚淺地說遼寧艦編隊去到關島附近 純粹是示威或者作出自由航行那麼簡單 這個意義遠大於做樣的 遼寧艦使用到這個位置進行訓練 就這樣數的話已經有四款在航空母艦編隊裡面的打擊武器 能夠打擊到關島 我們再看看在美國的戰略裡面 用來壓制我們中國的主體戰略方針裡面 就有一個被稱之為賭鏈的政策 大家也有可能聽過 最有名的當然是第一賭鏈和第二賭鏈 其實美國還有這個所謂的第三和第四賭鏈 我們在這幅圖裡面展示了美國頭三條賭鏈 現在的粉紅色圓圈位置是經過我們重新標示的 這個粉紅色圓圈其實等同於我們上一幅圖的最大的淡紅色圓圈 也就是這次遼寧艦使用到這個方向 它上面的艦載機殲15能夠打擊到的位置 就是這個粉紅色圓圈 很簡單 只要能夠看到這幅圖 我們就看到這個航空母艦上的艦載機殲15 它的有效打擊範圍 如果在關島對出500公里範圍內 就能夠完全覆蓋到 由美國所設計到給我們 壓制我們的第一賭鏈和第二賭鏈 所以我們中國的航空母艦 所選擇的位置來進行演訓 為什麼要洗經這些海域停在那裡訓練 其實全部在背後都想過 當中有它的戰略意義在裡面 如果來到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遼寧艦這次訓練的位置 距離台灣省已經有一大段距離 是前出了非常多 就正如我們之前的節目經常預料地說到 我們的航空母艦最大的戰力作用 就是在必要的時間 例如收回台灣省的時候 就一定會進行前出的動作 來阻截到域外軍事力量的介入 例如美軍從關島基地出發 當時就有很多人說到有沒有這麼誇張 解放軍的航母會前出這麼多 來進行類似遠洋大對決 但是對手是美軍的航空母艦戰鬥群 又或者是美軍的海外基地 解放軍的航空母艦 不只是敢在第一島鏈內活動 在中國沿岸的水域活動而已 當時我們提出這個理論 還被很多人說我們是標題黨 現在有行動證明 我們的預測是沒有錯的 原因就是因為是基於軍事的基礎詳識去說 並不是為了誇大而說 那些不想看到我們解放軍有能力阻止外國軍隊介入的人 當然想遼寧艦或者我們以後的航空母艦留在內海一輩 所以一聽到我們早前的預料 他們當然是非常不高興的 事實上來說 沒錯 我們之前的海軍實力的確是比較弱小 這一點是不能夠不承認的 雖然說到遼寧艦在早期服役的時間 也和今天一樣有能力去到關島附近執行任務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韓武編隊裡面以當時來說 是沒有哪幾艘軍艦能夠有能力搬隨遼寧艦號 到今時今日我們在關島附近一起去協同進行任務 但現在就不同了 不單止我們的軍艦敦位已經變大了 還連其餘航母的配套 例如遠洋的補給艦 或甚至水底下的潛艇 現在都有能力在距離到 我們大陸沿岸比較遠的位置執行任務 其實就是時間差的分別 在今次的行動裡面 我們解放軍的御用攝影師日本海上自衛隊 所派出的跟蹤艦艇 總共統計到遼寧艦上 總共在三天最近關島的時間 已經進行了40次的戰鬥機起降訓練 以及40次的艦載直升機起降 這些起降訓練已經是模擬到 如何封鎖來自關島基地 所出擊到的空軍 又或者是模擬到如何打擊 由關島基地所出擊到的美國艦艇 那就更加一定會模擬到 如何打擊關島基地這個本身的目標 現在來說很明顯 美國已經完全放棄了 剛才我們那幅圖上說的第一島鏈 也就是由沖繩的海外美軍基地 作為主力的第一島鏈 連同連接台省去到南海位置 再加上菲律賓一些前線基地 第一島鏈美軍現在已經很明顯不得不放棄 看到他們的戰術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美軍現在已經將重點去到第二島鏈 關島距離我們3000公里那麼遠 其實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之間也有成 隔了差不多2000多公里那麼遠 從前美國用到第一島鏈封鎖我們 其實只是區區距離我們大陸沿岸幾百公里 當然這些第一島鏈在今時今日已經成為了一些活靶 正當美軍以為第二島鏈把重心放在那裡的時間 想著安全 想著沒那麼容易被打擊 早前才有一款工具 也就是我們之前片頭介紹過的關島快遞 能夠有效打擊關島之後 現在美軍又要面對第二個現實 不單止關島快遞 能夠打擊到它 連我們的航空母艦戰鬥群已經進行為期幾天的訓練 把航母已經洗到接近關島的位置 來進行打擊關島的訓練 趁時間就由只有一款工具能夠對付關島 趁時間又多了我前面說四款工具 由航空母艦戰鬥群掛罪的多出來的這四款工具 都能夠對付關島 現在加起來就有五款工具可以對付關島 其實都不單止關島 應該說是加起來可以對付到第一和第二島鏈 那你說那個實際意義是否不單止自由航行那麼簡單 而美軍剛剛適應了由第一島鏈搬到第二島鏈 現在解放軍的航母又殺到接近第二島鏈 時間是不會留給美軍作出適應的 他調動策略的同時我們也會調動策略 很明顯我們進步的步伐就讓美軍調動策略 一步一步退下來的速度是更加要快的 如果我們的航空母艦已經前出航著美軍關島基地的時間 一旦關島基地被摧毀 美國就只剩下第三島鏈這條路 第三島鏈也就是夏威夷 其實嚴格來說也算是美國本土 雖然大家都知道不是 不過如果是這樣在第二島鏈也要放棄退到第三島鏈 美軍只有從夏威夷派出軍艦以及轟炸機 千里迢迢的時間距離我們大陸本土總共有八千多公里遠 大家試想一下從第一島鏈本身只有1000公里範圍內 現在又退到第二島鏈3000公里範圍外 再退下去就要退到8000公里遠 到第三島鏈 所有的事情都是短短這幾年內發生的 美軍一開始就收到一個較不利好的消息 不知道他有什麼感受 即使現在來說美軍不想接受這個現實 就會在接下來大量部署新增的防衛性導彈 例如是愛國者三型的導彈也好 在關島附近的海域再部署多些 掛在標準三型或者標準六型的神盾級驅逐艦也好 其實防衛作用或者意義也不是太大 即使現在關島上部署了專打彈道導彈的SAT防禦系統 所有事情都加起來 在面對著我們的東風系列 例如是東風17或是東風26的時候 說實際的防禦能力也不是那麼理想 一顆東風被截了很簡單 發射過另一顆就行了 更何況真的要打擊到關島的時候 又怎止一兩顆東風導彈那麼簡單 一射就一定是從本土不同的方向一起發射 更何況現在我們有自己的航母編隊 來到航著關島 所以打擊到關島這個美軍基地 我們是全方位和立體性的 現在美國真的要考慮一下 如果他們再想加入台海的話 只有一條路可以選擇 就是剛才我提及到從第三島鏈出發 隔著8000公里透過多次的空中加油 他們的美軍遠程或戰略轟炸機 也可以來到我們大陸沿岸1000公里範圍內加入 不過如果要隔到那麼遠 透過多次的空中加油才能夠加入台海的話 那個過程就相當牙煙 分分鐘他還沒來到的時間 就已經在中途被我們截擊了 又或者他自己發生了意外 自炒了 因為畢竟這麼遠來到都是疲憊之屍 這個現實是不會改變的 現在來說我們的航母之所以去到那麼前出 除了針對著第一和第二島鏈 尤其是關島這個這麼重要的反華基地之外 另外一點重要的戰略意義就是 為我們帶來和美軍衝突的時候 又或者和美國的小弟 例如日本、澳洲、遠在歐洲的軍隊 當要面對以上的對手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有夠大的戰略重心 才是一個完整的應對策略 現在來說我們有兩艘航母正在服役當中 我國的第三艘航母福建號 就正處於入疫前的最後準備 雖然和美國擁有11艘核動力航空母艦 這個位居世界第一的絕對海上霸權比起上來 依然有差距 而遼寧艦和山東艦兩艘航母 在質量上也和美國的航母有距離 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但不代表我們中國的航母就是一無是處 就是不能夠發揮到它應有的作用 其實只要適用的話它一樣是能夠達到我們 防守沿岸3000公里的這個戰略目的 我們的航母在戰時一定會走出遠海 這件事那些反華人士想都不用想了 不要指望我們的航母真的會歸縮在沿岸海域 那就算了 以這次的事件為例 遼寧艦就是一艘以訓練為主的訓練航空母艦 它在解放軍的角色主要是為訓練之用 很多人看不起遼寧艦 原因就是作為一艘前蘇聯設計的航空母艦 它相比美軍的航母 可能它是比較小的 所能夠搭載到的戰鬥機數量 亦的確比美軍為之少 但是它的作用是作為訓練航空母艦來用 而且從這次整個航母編隊 其實除了遼寧艦的艦載機數量少一些 整個航母編隊的艦隻 都比美軍的航空母艦編隊 綜合比較其實是各有千秋的 千萬不要說遼寧艦小隻 就代表整個航母戰鬥群 就不夠美軍的航空母艦戰鬥群 不夠去打這樣說才可以 我們綜合分析這次遼寧艦的航母戰鬥群 就有三艘055型的萬噸大驅 再來就有三艘的052D型中華神盾艦 然後又有一艘經過改良從俄羅斯20年前購入的現代級驅逐艦 另外還有兩艘050A型的護衛艦 以及一艘電子偵測艦以及兩艘綜合補給船 以這個陣容來說 如果要在西太平洋直接對決美軍的航空母艦 究竟誰會打贏呢 其實在這個距離這個陣容來說 真的是我們中國的航母編隊有優勢 以這個陣容來說 對比美軍的航母編隊 我們的優勢就在於 我們的艦隊防空和反艦能力是遠遠強於美軍的 因為我們的航空母艦編隊上的戰艦 所配備的反艦導彈以及對陸攻擊的導彈 比美軍的航空母艦編隊來說優勢是非常明顯的 而美軍贏就贏在剛才我們所說的 它的航母上搭載的戰機數量比我們多 空中作戰的範圍比較強 但同一時間我們自己的航母編隊防空能力比它更好 看回整個艦隊陣容來說 我們的艦隊陣容編隊比較龐大 再加上如果在這個範圍裡面 3000公里的沿岸範圍裡面 我們的衛星網絡比美國更加有優勢 而且不要忘記我們背後還有強大的 火箭軍和空軍部隊作為最有力的支援 這些因素也要計算下去 因此誰說在西太平洋和美軍航母或者海外基地進行對決 是等同標題黨 現在遼寧艦進行第一次的遠海訓練 殺到關島附近就肯定會有第二、第三、第四次 而且為於這個打白自營的海域進行訓練 針對的還包括了第二大的針對目標 也就是日本海上自衛隊和日本企圖加入 就為之我們第二大針對的目標 這次也是一次過順便訓練如何打擊日本 最後在這裏給大家看一下еть一幅未來的中國沿海戰略重心最新更新版 這幅圖特意拿一個正方的圖案 大家會看到這方形的圖案來我們的戰略重心預設的位置 我們預留到台灣省附近非常之遠的位置作為我們的戰略重心 随着我们接下来的航空母舰越来越多 尤其到我们在接下来也会建造一些核动力航空母舰的时候 一旦到这些核航母服役 除了辽宁舰和山东舰头两艘实验性比较强的航空母舰之外 其余接下来的我们中国的航母都具备到独立的远海作战能力 是拍得住美军的航空母舰 这个战略重心的范围也会随着这些航空母舰的服役继续往外扩大 目的很简单就是在战时的时候拒绝一切任何域外的力量干涉到我们 位于区内的军事行动 例如是必要时收回台湾省的时候 现在我们的航空母舰是需要越起越多的 这并不是为了扩张我们的野心以及霸权 而是真的有一个实质需要 最少在我最后的这幅图 所能够做到对我们的战略重心 并不是今天我拿个框框着它 这么简单 虽然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肯定要迫到它 连这个第三岛链甚至具有威胁到美国本土 在他家门口军演的力量 这样才为之对于我们中国作为现在全球第二 未来全球第一的国力是有所交代的 再继续为大家报道就是刚刚星期六很高兴能够陪大家一起去西历的年尾倒数 好 但是就在我们兴高彩列迎接1月1号的到来的时候 原来没多久之后就有十几位不肖子 政见偏激分子走到狮子山上举起一些毒标语 这些毒标语是英文的 就是说要释放香港的政治罪人 香港没有政治罪人 香港拘捕了大量的动乱知事人士 拆野堵路人士 很多非法囚集资金的人士 以及执法人员动手动脚的人士 这些罪名全部都是确确实实的 但是却没有因为政治立场而被问罪的罪人情况出现 没有这些事情 当然在他们的世界来说 就是无论他们做了多少扰乱社会治安和侵害他人的权利和安全的事情 他们都当自己是正义 他们当执法人员逮捕他们就是政治立场的对他们的欺负欺压 其实如果他们说政治罪人 又说什么人才是公认的政治罪人呢 比如说阿珊奇这些人 大爆英美国家他们的丑事 还有斯洛兵这些人 这些人都是全世界公认的政治罪人 所以如果他们说香港要释放政治罪人的话 不如全世界都要释放政治罪人吧 不知道对着美国那边这帮不肖子又会怎么表达呢 他们在狮子山上只有十多人 有很多人在山脚下用雷射笔射上去 不知道想寓意什么 也有很多人在山上大喊我真的很交叉喜欢香港 为什么他们一定要交叉呢 因为他们要搞本土的低族主义 他们要放弃几千年的中国文化 他们觉得现在的口语广东话就是他们的语言 然后他们也不想承认这些是广东话 他们要说多一些理语 潮语 讨论区上的俗语 要变成他们的官方语言 就是他们想香港还顾的非法自立分子的语言 所以当中也包括一些很低俗的语言 当然我们听到这里就觉得这帮人简直是 不上道 不能登堂入室 望尊不似人君 以及全部都是笑话 但是千万不要看少这些人的行为 始终在国际社会大家都逃过出诗有名 好像这些新闻出了去 就仿佛在国际的运动场上 有错误的字幕出了来 所谓的香港非法自立读歌 又或者有些香港非法自立的读歌 真的在运动场上播放一样 会让外国可以逃过出诗有名 来谴责 毕竟这个世界我们都不可以和全世界断交 我们不可以落习封国 然后自己顾自己 是不可能这样做 在这个交往和外交的过程 外国都会联群结队 找出诗有名 来评激和挖乱人心 在内外进行文宣战 影响你的国民 甚至影响国外的舆论 阻止你外交和你的外贸关系 阻止你在国际规矩和国际组织上的地位 影响中国的利益 这些事情一单半单 只要习疫成球就会影响越来越大 香港现在 到了2023年 还未可以真真正正做到撥乱反 只因为香港依然有大量的政见编辑人士 在这个社会上各行各业 各个界别都有 在社会上每个公营系统都有 例如很多政见编辑的不肖子依然在他们的地头 商场 他们那些hangout的地方 大搞他们的非法囚集资金 说要帮什么 肥内的手足 或者大叫毒口号 其实是可以抓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当局还没对他们严厉执法 严厉承称 而他们也引用他们 人多世众的压力 来欺负一些正常商家 不配合他们说黄标与黄毒 思想的商家 欺负一些甚至走出来摆明爱国的商家 以及社会工业系统有很多部门里面有中层低层的员工 也在这儿运用他们的职能来欺负一些摆明爱国的商人和食肆 香港完全能够做到逼出瘀血实在是一个持久的工程 实在谈何容易 保安局长邓炳强和一哥肖扎仪早前表示 在这个社会19年20年的动乱抓了一万人 三千人成功起诉 另外一千就涉及理大事件 需要搜证多时因为事件有特别的复杂性 所以也要保持住 但是另外六千人有可能有消息传出来说可能会就此结案 虽然我们分析一下到底这万人怎么来 有三千人成功被起诉 因为他们行为最出位 最吸引眼球和在电视新闻看到的画面就是他们搞出来的 另外一千人就搜证多时 因为理大事件非常复杂 涉及很多事件一起组合而成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乱局 另外六千人 这六千人有很多千人里面 极度怀疑已经有一大部分 其实去了英国或者台省这些地方 他们因为要避开 拘捕了之后避开被起诉 所以他们已经走了 如果真的消息是真的属实 对他们进行结案不再起诉他们的话 有可能他们全部都会回来 如果他们已经在2019年20年搞事搞到要走路 然后他们躲开外国 过了这一两年应该成功建立了自己的生活 他们回来的时候是否真真正正回来香港扎根 还是想回来香港大干一场 舍心头大恨 然后再回到他们的避难国家 大家不知道 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知道2019年20年有很多走得最前的搞事分子 就是这三千个被起诉和被定罪的这些人 有很多人七锤八扣底下 其实2023年1月到6月头这半年陆续就有很多人放出来 他们放出来的时候他们会走 会走是他们觉得闻到自由空气的地方 他们会偏颇地不理那些生活有多么困难 不理那边找工作有多么困难他们都会走了才算 但是走之前他们根据犯罪心理的行为 他们都会想做一件大事来试分之后才走 适逢我们现在中港两地就开始逐步有罪通关 对内地的旅客来说 他们头两位最想出外旅行的地方就是香港和澳门 然后才到外地 如果有大量中国内地的同胞旅客来到香港的时候 还有香港的不肖子还没平息搞事 还没死心不息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影响内地到访香港的同胞 会怎么影响我们香港正常的经济运行 他们会做什么呢 真是难以想象 我们是不希望这样 我们不希望内地的旅客 来到我们香港衣食住行 来到享乐的时候我们招呼不周 更不要说我们怕他们有任何威嚇行为 牵连到他们度假的心情 要令这些正见偏颇分子的黄人撥乱反正 就不是一句和解 一句原谅 一句大包容 他们就会放下自己的仇怨 所以知道在社会心理上是很大的结构性的问题 这个世界总有些人就是所谓的同而不和 因为他们喜欢指责抱怨 他们不喜欢面对自己的弱势 他们自己一事无成就要用华全世界怪罪其他人包装染色 所以这些人在这些心态下很容易令他们受到西方民主自由的妖言惑众 令他们这些人抱怨搞事的动力十足 但是要建设他们欠逢 最近有一个人叫梁仲恒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梁仲恒在那些劣质民主选举下选到立法会议员 但是就在这个宣誓的过程中用所谓的鸭尼州英文口音在玩东西 导致他没有了 被DQ 他就去了美国 住在地牢里面 我们经常笑他叫犬仰仲恒 说他受到这个郭文贵爸爸的资助 但其实当然是开玩笑 最近梁仲恒在网上指出自己2023年将会完全解除辞入香港议会的一切职务即时生效 什么香港议会呢 就是梁仲恒 早前在21年和22年放大风声说和这些何良某员工议员爸爸一起搞的所谓的香港影子议会 在这个线上海外来举行 可以接受这个线上全球华人的投票 这个离岸的影子议会他们就希望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同 让可以在国际舆论的声音上跟香港这边对着干 还说这个议会会有普选制度和大量的学者来支持 但是其实过去一年 尤其是2022年 有很多人对选举投票的办法 线上投票办法和票的可行性 保密的能力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以及外国的员工议员爸爸究竟在美国哪一边 究竟在拜路头那边还是共和党那边 这些东西也是天丝万纽朴术迷 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现在他们一众人的行动 还是否受到美国对外战略的支持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就是在搞得成任何影子议会影响声音之前 他们已经和路人互相食咬 互相猜疑 互相猜忌 为什么要让你袁公怡 何良茂这些人来担期 为什么不是其他犯人 你知道他们个个都想吸引眼球 又妒忌其他人比自己的光芒更大 他们全部都是同意不和的人 要他们建设做好一件事他们只会狗咬狗骨 要他们抱怨其他人 挑剔指责其他人 他们就头头是到 到现在梁仲恒都依然形容自己为香港的前立法会议员 看来他都很眷戀这个名号的光芒 但是现在他已经是什么都不是 不但不是炮灰 他连被人记得的资格也没有 好像这些劣质民主 为什么要收藏一些同意不和正式抱怨的人 因为怨恨的力量就比建设和爱的力量更加大 在行动上 这是政治心理里面的一个铁质 这个铁质被启发特朗普去选美国总统的政治鬼才 Roger Stone发挥得临尼尽致 只要让那些人抱怨社会 反社会 然后将他们的怨恨行为化成一个发誓性的动作 这个动作一定要简单干净利落 不可以太复杂 不可以太有脑 不可以太深奥 那就是什么 投票 骗到他们的票源的时候 然后政治家之前所做的任何承诺都不需要兑现 因为他已经过了河就是神仙了 因此要那些同意不和的人 莫说要他们改变这个社会建设这个社会 要他们一起做过一宗生意 一起做过一间茶餐厅都做不到 其实在狮子山上搞事只有十几个人 在中国有所意见不和的情况下 A4指出来搞事也只有十几十人 其实这群人已经不成气候 很多年轻人其实已经知道出来搞事不是一条路 不是一个可行的行为 但是对他们来说到底什么观念 什么思想才是为之正确 他们还没分得清楚 为什么呢 社会上还是被独媒看淘独了多年 很多年轻人都只懂得抱怨其他人 不懂得切实地努力地耕耘和付出 觉得这些是愚蠢的 在我们新潮民陪大家已经踏入2023年了 其实我们在去年2022年 我们默默地栽培了为数十几二十位年轻人 这年轻人大概是十几至三十多岁 这个也是我们在2022年一个验证和资料搜集的工作 就是如何改变年轻人的思想 带他们回到正途 甚至令他们由黄的思想变成建设和务实 一年过去我们这个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而这十几二十位年轻人 里面有一部分也将会和我们一起去参加 接下来的国安导师证书课程 他们上完这个国安导师证书课程 认识了国家安全法 认识了家与国之间的关系之后 他们也会以自己作为见证 拿着这张证书有资格 和其他更多的年轻人来讲自己的亲身感受 和心路历程的一路走来 希望可以感染到更多的年轻人 其实这些年轻人我们做过统计就很简单 在香港受到这些不良媒体影响 不良风气影响的年轻人 因为朋友圈子 所以人云逆云 为数的绝对不少 很多人其实因为圈子里面的话题 共同话题就是这些话题 不务正业的话题 反社会的话题 在这个圈子里面他得到生活的资讯 认识朋友的机会 人制网络的机会 甚至认识异性伴侶的机会 所以他们都不得不随波逐流 也令他们难以接触到正确的资讯 另外就是面对着急剧转移的经济环境 和越来越次烈的竞争 其实他们感觉到前路茫茫 他们都不知道怎样 可以有一番作为 感觉到面对前面没什么希望 再加上之前也说了 一帮同而不和的黄人 其实就是喜欢互相指责对方 把对方拉到自己的不无正业的层次 大家都一事无成 就更加令青年人感觉到未来是灰心的 就算努力也不会得到任何东西 因为人家会潑自己冷水 所以要影响年轻人 就要给一个正确正面的朋友圈子 去感染他们影响他们 而这些圈子除了分享正确的资讯之外 也要对他们有鼓励作用 大家一起努力去训练自己 努力去建设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在这个工作里面我们教他们沟通技巧和演说技巧 也教他们最高级别的外交礼仪 让他们重塑他们的自信 我们新潮民也将我们经营网媒的心得交给他们 教了经营网媒的心得 让他们可以知道我学了这套技术 我在网上建立自己的品牌 建立自己的形象 可以创业 但是我们教他们的方向就是全部都是正面和要登堂入室 就要他们远离一些瓜众取宠 言行低俗的那些吸引眼球的网媒 告诉他们不需要说一些低俗的东西 不需要说一些夸张的东西 都可以多人看 都可以创业 最重要是做人要有专业 所以在2023年我们将会把这个成功推广出去 我们会建立更多的训练工作室 将这些本领教给他们是令他们不生受用的 而我们期待的就是他们能够感恩徒步 能够协助我们正常阵营和协助我们家和国 在这个世界的民宣战上 在认知战上能够出了一份力 能够在网上多一份正确的声音 广传正确的资讯 所以知道民宣战和认知战在近代的战役 无论一战二战 无论冷战甚至任何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纷扰和改革都必须走得最前 民宣战是任何政局和任何战局必争之地 刚刚习主席在年底的河池说到 青年轻则国家轻王 青年是引辱未来和希望的 是未来的主人翁 我们新潮民也会在2023年尽我们自己的本份做好我们的岗位 希望在香港还有得救的这几十万的年轻人能够做到真真正正的撥乱反症 在此我为大家报道就是 美国无论他如何不想承认他都必须要承认 在12月30日美国的病控预防局公布了一个数据 就是说美国现在广泉的一种病是变异的病 这种变异的病就是交叉BB 大家心灵神会 我不可以说到这么出面 话说美国现在爆病的案例中 有超过四成的都是这种交叉BB 而且这种交叉BB是有极高的传播性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病变得可以和人类的基因更好地来结合 可以避过一些苗和身体的抗原 到底这种病是否症状会加重呢 暂时没有数据 但仍然会呼吸不舒服 喉痛头痛 鼻塞 疲倦 发热 发热 头晕生气 这些一定在所难免 美国超过四成的人就有这种 这种数字我觉得是不确实的 因为很多人中了都不公布 大家知道了 尤其是我们香港的观众 还有以知的数字都超过四成 在美国的东北地区甚至超过75% 其实极有可能我觉得整个美国也是 而且很多人还在这个高密集的地区 容易传到容易中 在这个时候世界局势对这个病情 却由美国牵头把重点把注意力放在我们中国的头上 其实美国如果自己出了这样的辩议的时候 是不是自己都应该被人提防一下 自己都应该成为这个世界的讨论舆论的中心 但是不是 美国运勇 我刚刚说了 文宣战和认知战导向全世界 把负面的印象放到中国那里 以美国来算 因为他们的人不带罩什么都不管 不做测试 马都不用的时候什么都懒管 他们播饼是绝对播到临利尽致的 但是将账算在我们中国的头上 1月5日开始就说要对我们中国的入境人来设限 美国现在那些所谓的二家苗到底是否能够对应这架交叉BB 不知道 美国那些药是否能够应对这架交叉BB的广船不知道 美国现在牵头全世界很多不同的国家 一起来对中国的旅客来设限 但是到底有任何国家 有没有任何国家对美国来设限 这些就是相同标准 这些就是看到我们正常的人都会觉得不公义 咬牙切齿 美国离去100万人之后 他离去的案子就没什么公布 不想扯上去跟这架冠类病有关系 但是他一天到刻 尤其是不断地质疑我们中国公布的离去数字里面 有多少隐瞒 甚至说我们已经有隐瞒离去的数字和时间 完全是不乱写的 美国媒体已经不断发挥他们的认知战和文宣战的功夫 用尽了所有官方和社交平台的媒体来把错误的消息广传 在我们上周六还为大家报道 就是欧盟有很多国家都拒绝了一对中国的入境旅客来设限 因为他们要接财神 他们不能够和民间的经济对着干的时候 果然西方世界这个世界非我族类的人 还有眼红我们中国发展的国家地区和政客 都纷纷走出来配合这个战线 不会对美国的游客撤行 但是却对我们中国来到去撤行 就是需要我们入境之前要有48小时的心臟力见证病 还有有些国家要我们有打苗的证据 但是打苗的证据背后其实暗藏阴谋之处 我转头说一说我数了哪些国家对我们撤行 日本就冲出来 日本最没资格 因为现在是全球数二做得最差的 他们的离去率每天都几百单 还有马来西亚放出来 澳洲终于屈服起五眼的美国人威 法国加拿大非洲摩洛哥 英国 西班牙 印度 意大利 意识列 南北朝鲜 还有当然就是台省 台省一定要走出来这样证明自己是一个国家 其实他根本不是 有些地方我们需要说一说 就是他们不只是禁中国的旅客 他们其实美国也有禁的 例如印度 北朝鲜这些我们不要说他 但是有很多地方只要谁他不会一视同仁 他只是禁中国就不对美国的旅客来设限 这些都是有心的 为止我们中国的一分子 我们需要认清我们的敌人 平气不必要的幻想 有战斗意识 认清敌我之分 这些国家 他们说有些地方要有打苗的证明 但是我知道他们会否承认我们中国的国药和科兴 未必会的 他们承认的都是西方的苗 例如说灰灰 之所以是这样 所以之前复星健康的小软件就放风出去 放风出去说中国的旅客可以来香港打这个灰灰 原来就有这个图谋 就是全世界这些西方国家一起来设限 就选择那些很想去旅行 又没得去的国人 让他们死死地气就要打西方的苗 让他们有得去旅行 或者去经营他们的生意 对外营商 招商 原来这个就是他们的图谋 始终都是为一些药业企业来到的效命 这些国家极有可能收了批评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灰灰出了一只针对性的口服药 这只药叫PEX 在国内就传了假讯息说炒高了五倍 本来就有2400人一盒 现在炒到12000人民币一盒 但是这些资讯是垃圾资讯 有很多错误在里面 第一就是现在国家正在用的针对性药物有八种 所有这八种药物全部都在医院里面 经过大量的医生验证看过你的状况 看过你打苗的记录 你的年纪 你的情况 全部有医生的证明 你才可以拿的 就不是在网上渠道随便可以买得到的 但是就有很多网上渠道 网上平台说自己有货 散播假消息出来 就说炒到很贵 炒到几倍价钱 不止12000 也有人买 当然这些信息就一一要被剥下 要被删除 因为不合犯法 就算连京东那边 刘强东的妻子张泽天 在网上说 京东那边有很多货 都要马上被删除 因为不合法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 国家已经规定了这些针对性药物 一定只可以在医院有大量的批准 在严格的管车之下才可以拿得到的时候 你为什么可以在网上随便买呢 很明显有人在做市 散播假消息 甚至配合外国的战线 在网上发这些不易之财 所有东西都是西方一起做出来 来抹黑中国 误导中国人 甚至帮他们的药业企业 想大赚一筆的阴谋 当全世界有政治图谋 有利益图谋 跟药业企业勾结 要针对我们中国 却相同标准 放宽给那些美国人 我们年轻人实在看得咬牙切齿 刚刚1月1日 我受到潮州商会的萧承财邀请 在潮州商会吃这个晚宴 在席间 那些年轻人都表达 我们对这些不公义的事件的不满 但是财哥身为一位智慧路人 他用另一个角度点醒了我们 第一就是当然 如果中国的旅客不去外国这些地方 就离开香港就最好了 这么庞大的消费群 当然是利益我们自己人 这是第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就是 当全世界不断地做出一些行为 来到敌视中国 针对中国的时候 就令到更加激发起我们的中国人的团结 更加激发起我们的上进心 令到我们更加自强不息 因为财哥这番话 令我想起刚刚我们国家主席 这番河池回顾了2022年 我们中国其实真的有很多成就 在我们的扶贫攻坚 在我们的振兴农村 在我们的储良十九年峰 以及我们每一个人民生命至上的防病政策 我们的太空科技神州 我们的航母 第三者航母下水 我们的发电站 我们的基本建设 甚至我们的沿海中西部 甚至边疆的发展 完完全全都在2022年全部来到达成 过了非常精彩的一年 这一年也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执政党成立100年之后的第一个 踏入第二个200年的年头 第一百零一年我们中国一路走来实在走得非常不容易 在过去那一百年我们韬光养晦 在九十年代我们的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爆 美国的情报飞机过来收了 令到我们中国的飞行员王位的牺牲 甚至在我们的海域里面 美国的军舰在耀武扬威 我们全部都要鼓一声吞了它 为的就是争取机会 争取时日发展自我强大 到现在我们能够站路头角了 世界终于看到我们中国人的建设 我们过去过了2022年非常精彩的一年 很多科技和建设上我们都后来居上 现在我们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但是我们依然性不娇败不虑 依然终日乾乾 自强不息 所谓敌进就我退 敌退就我进 我们依然进退得宜 尤其是在外交战场上 攻守有罪 我们期待着将会让全世界看得到 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可能大家还觉得一进的旅客 为什么这么多人还想去外国 除了有商业招商的原因之外 也纯粹是始终我们国家刚刚所说的一切 都是一些切切实实坚坚实实的基本建设 振兴的都是一些乡村边疆扶贫攻坚 我们做的事是实事 不是声色犬马 不是享乐的事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 纯粹想去外国买过意大利或者法国的名牌 又或者想去日本 纯粹想享受一些特色精品的衣食住行职 让我们中国完成了我们的重要知识 完成了我们的基本建设之后 到我们在盈余的国力开始发展fashion 潮流服饰 歌影视娱乐 室内设计 有不同的富丽堂皇也好 简约的文化风气也好 我们都会同样发挥到临漓尽致 到时只要我们在衣食住行品味 歌影视娱乐方面都有我们的地位的时候 世界各国将会完全没有定期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结束之前提醒大家记得做齐新潮民三宝 还有就是分享、赞好、留言、订阅新潮民频道 新潮民2.0频道和我们的Facebook专页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 拜拜